原标题,英镜刚撤走,明干海域又来了一个刺头,上下,霍宏先开火,击沉在有关中岛条约的谈判中,美国和卫视骑士冲天,迫于压力, 俄罗斯一度做出缩小和无言之力度的承诺,然而,一起风发的美国,并不打算就此做罢。 近日,美国务卿汤普森,正是对莫斯科传达白宫之力,称自2019年2月2日起,美国将于半年内逐步退出中岛条约,专家表示,美国此举意味着下达了最后通牒,可见,白宫方面是写了新要制裁莫斯科。 不过,事情并没有完,在东欧战场上,俄乌纷争仍在发酵,美英甚至加拿大都在不断火上交游,据基辅邮报报道,美军很快将会出动军舰与无海军一起强闯克赤海峡,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俄军霸占海峡一家独大的局面。 随后,俄军上将对此消息作出回应,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,一是北约等外国军舰,可以适度在黑海航行,但要越过红线墙场加速还等俄罗斯后花园,俄军就会开火击尘。 二是俄军承诺不主动向西蔓延战国,可若是被美欧洲国家出兵借俄乌冲突,那么,战斗民族,自会让这些军队有来无回。 很显然,俄罗斯这次并非说说而已,此前,美军扬言要进入黑海的航母,最后却被迫调去地中海,而白宫出动的军舰,要么是装模作样在黑海转几圈就开流,要么是半路直接返航执行公务,像乔川哥去海峡这种。 大胆行动,美国及北约,似乎都只是说说罢了,实际上,乌军此前也宣称,英国将出动军舰进入亚树海,为了确保俄军不敢拦截,船上还会有某些大员物随行,而现在忙于脱欧的英国连自己都顾不上,早前驻扎在黑海的军舰也都掉了回去。 专家推断,美军这个刺头,此时选择进入敏感海域,实际上是想填补英海军留下的空白,并借机宽围一下乌克兰罢了。 此外,莫斯科近日还宣布,俄军将在2019大级改变空降部队,届时空降兵将拥有重火力武器,与选择运输工具的权利,根据俄军方公布数据,这一计划将率先在克里米亚地区实施, 新的空降旅将由之前的二团编制,改为三团编制。 俄军上将称,俄罗斯此时想打造一支装备精良,能盯上战的全球化部队,若美军胆敢来吧,新型空降兵,刚好可以教他们怎样做人,助,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文招未经授权禁止撰载。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